在梦里吻的脸 却来不到我身边 动订阅的小伙伴们 你们好呀 我是小李子 这么快 9月的最后一周 也要匆匆从我们身边擦身而过 面临10月 感觉2022年 在不知不觉之间 快要过晚了呢 我们来看看 9月最后一周的 抖音人期榜单吧 半顿兄弟的烟嗓 每次听了都会让人想起自己的故事 评论区里也满满都是 很多网友们写下的小故事 听着这样的声音 翻着这些小故事 真的会让人感慨不断呢 不说一句埋怨 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 当作前世来生向前 想过离开 以这种方式存在 是因为那些旁白 那些姿态 那些伤害 不想离开 慢慢就戒掉了你 慢慢就习惯孤单 慢慢就变得冷漠 慢慢就与你无关 一个球的升线啊 算得上是不露两个手的天花板了吧 这次拿下了榜上第六呢 从准时报道 我让日夜颠倒 因为黑夜太难老 我希望抬头暖阳寸藏 你给我简单 这周其实第三和第四分别是锦龙和锦爹姐弟的玫瑰少年 不过这回跟第一第二名的歌曲啊也相撞了呢 所以小离子就自作主张没有把两个人算起来呢 想听的小伙伴呢可以去他们的主页看一看哦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 每天想我一次 如果你因为我而诚实 如果你看我的电影 听我爱的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 那朵玫瑰没有荆棘 最好的包袱是美丽 最美的声音开始泛起 别让谁去改变了你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 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那朵玫瑰没有荆棘 最好的包袱是美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还可以观看其他影片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